想要一直想要練好你的體式的時候 就越練好 就越 你會越失望 然後越越覺得沮喪 覺得我怎麼都一直沒有辦法做到 然後你會開始生氣自己 討厭自己 就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樣可以做到 為什麼都不行 然後後來 後來就是 你在瑜伽的練習裡面越多 還有你的進行 進行的經驗越多 你慢慢就會發現其實 重點不在你有沒有到達那個 旅程的終點 重點在這個過程 你要不要好好的享受 然後當你 當你可以在過程裡面放鬆好好享受之後 你就會不那麼在乎我到底有沒有做到 那個終點 因為這個過程已經非常美好了 嗯 然後可能有些事情就會 一下就發生了 像那時候我很想練成頭導力 後來我就不想再管 我到底有沒有練成 因為變成 練成那個有沒有練成已經不重要 我在每一次的練習裡面 我已經感受到自己的進步 然後你也得了解就是 有一些東西你可能經過練習 經過努力 經過練習 你可以完成 你也可以做到 可是你也必須要了解另外一件事 就是有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的身體構造不一樣 我們成長的環境不一樣 我們對事情的想法也不一樣 然後有一些基礎不一樣 所以有些事情啊 你透過練習 也許你的身體或者是你的情況 永遠不會讓你得到 永遠不會讓你做到 嗯 對 所以既然是你不知道嗎 那但是所以我 但是我們能做的就是 我們試著保持信念 然後持續努力 那他如果會做到就會做到 他如果不會做到那 我們也享受了過程 嗯 這是我後來學到的 嗯 然後之後 我這個學 開悟了之後 我投導力就上來了 嗯 但是我 但是我還是在練習我的那個 手承直的吧 嗯 對 所以我覺得 對手承直了之後 我也沒那麼執著了 因為後來我就發現 有一些瑜伽 我比較喜歡的一些瑜伽的大師或老師 他們也是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 才上得去 嗯 或者是 也有可能 我的身體不適合 比如說我的肩膀 或者是我的關節 嗯 也許我可能只能到這裡最好 但是 終點就變不重要 我每一 中間的每一次練習 我都可以發現一些進步 你其實就會很開心 嗯 對 所以 嗯 不需要 不需要一直去 我不用就是把它放在身上 然後我們可以試著 按照這些路徑跟方式 然後可以試試看去 去感受看看 然後或許你的感受跟我的感受也不一樣 因為畢竟我們每個人的身體 還有我們的感知 都不不一定會想 的 感谢观看